为了拼观光 高雄首届满月派对的昨天在骑京海岸热闹登场 吸引了2500多名游客式贸易参加 高雄观光局长潘恒旭建议每个月办一次满月派对 将其打造成为高雄特色品牌 彩带洒出去 象征惊奇满月派对正式登场 即便外头飘着毛毛细雨 仍交不惜民众的热情 知名DJ轮番上阵 电音结合灯光效果 还有舞者在台上跳舞 台下的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随着音乐律动 现场还有特技杂傻表演 把整个活动超热到最高点 因为以前都要到墾丁去 比较远又比较麻烦 然后现在在高雄的话 比较近的话 就是不用跑到那么远 以高雄市的地理位置 在这里办大型活动是很好的 高雄首次举办满月派对就涌入了2500多人 整个派对从晚上6点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1点 据报道 满月派对之后还有精彩活动 5月有春娜 6月有春浪 7月还有泡泡派对 一连串的活动将会吸引更多人到高雄观光 1月1日快乐 1月1日快乐